什么样的居家风水 可以让这个夫妻的感情 非常和乐 家庭很美满 可以让我们夫妻感情和乐 家庭美满的居家风水 它官复以在我们这一家的环境 有些是外环境 有些是内环境影响 但大部分的都在格局的影响最大 所以我们第一个介绍看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什么 宽敞整齐的厨房 你看这个厨房以后 整个厨房整齐画意 所有东西都不乱 一个家 一个女人 不管女人在管厨房 或是男人在管厨房 一家只要你能够锁住 这一家人的位置 相信这一家是和谐 必定是美满 所以你要浪漫要美满 一定要很很好的厨房 我们在看房子的 看风水的时候 到一个家里面 看到在厨房地上是很干净 但台上所有的碗盘是很凌乱的 情感美满绝对达不到的 这一家人的思绪绝对是乱的 但如果你随时寄到他家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们家里面 真的在琉璃台上面 碗柜上面 所有的咖啡杯 所有的盘子排得整整齐齐的 高好处理 这一家人绝对没话说的 夫妻的恩爱指数就非常高 所以说厨房是非常重要的 关系这家人会不会美满 所以奉劝我们的观众朋友 当你家里一直感觉 家里的夫妻家庭不圆满的时候 包括你的亲子关系 不是只有夫妻关系 你连亲子关系都有关系 这种状态应该先从厨房走走 该丢了就丢 因为厨房最多是 有些太太们的妇女朋友 他们常常就是 买了什么东西就往那边丢 就一丢一甩一甩 什么东西都没用 甚至于有些我们常常用的 你就就我们那个 我们晚上要包装 把那个膜要包的时候 连膜可能带着一剪 就放在那边 乱了很 洗了碗盘洗完之后呢 篮子滴水滴在那里的时候 有正面有反面 你可以看到那种绝对不好 再来就是垃圾 垃圾一定要每天要清 因为我们在看风水 常会碰到什么 这家的味道 到他们家里面气温就不对 这个味道不好 看那味道是不好 为什么 你就知道说 他们家的夫妻 你看两个都臭屁 当然这家里面 请老师来看风水 这家的夫妻里面 那臭屁的结婚外一边 结婚外一边 这个甩你这个 他的甩你那个 好像两个人 他想要做成那个意志不一样 那这种状况之下 这一家里面就没有美满可言了 所以说我就建议说 要整齐之外 我们每天都会 家里都会制造出垃圾 但这垃圾一定每天要到 不要放隔夜 隔夜的时候垃圾在家里 一定会有臭味 这个臭味一出来之后 影响你失去经历老婆 你走进厨房就一股味道 烂水果的味道 那种厨艺味道之后 你的丝细完全打乱了 这个打乱就无名火就会产生 这种无名火产生之后 这个家庭里面 随时都在那儿突然间状况 本来夫妻都刚刚有时候有效 突然间砰就出来 就着火了 这要特别注意 所以说厨房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厨房打理干净 整齐发衣 才能够带给一家 夫妻之间的感情能够美满 所以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我们在客厅 书房主卧一致排列的格局 我们当街友去买个房子的时候 你就要去注意到说 这个建筑物里面所有的格局 是怎么排列 我拿这个图来看的时候 你看客厅 整个出来以后 这个客厅的沙发 这是书房 这是主卧 所以从这个房子的面 采光面在这边的时候 它一直先排列过来 这个就代表一气存清 就大家这一家人 这夫妻里面所有都 一个鼻孔出气的 一个鼻孔思想的 所以这种家庭就是和谐的 但是有很多 因为我们买的房子不是这样子 建筑师的思考逻辑 或是因为这个地形环境关系 建筑师在画图的时候 会画成什么 沙发在这里 它主卧不在 就变在这边了 如果主卧在这边 跟它是客厅是生意的对角关系 所以我们这一条线过来是对角 或者说在后面这 都不是在这一支线的 不然你就要在这一支线的 这样子才能带给家庭和谐美满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在买房子 你如果要家里 尤其很多家庭 本来就有问题的家庭 夫妻这个美满度很差的朋友 当你要去租一个房子 要去买一个房子的时候 也可以从这种格局方面去着手 相信你从一个不好的房子 搬到一个房子之后 好的房子搬过来之后 这一家人的习性就会改变 因为这一种能量是 采光面一进来之后 客厅 书房 主卧都在一前面 大家都一起纳气 所以这个手牵手 手牵手往外走 这种格局 如果他在对角的时候 英俊的太太都跟在后面 所以你去注意看 有很多就是 太太永远跟在老公后面走的 你去看他们家的主卧 常常就不会跟客厅成一直线 觉得雪角线 那这就是一个家的纳气 我们看房子讲纳气 就是采光的光源 光源从哪里来 那个一部能量 那个能量就是一种潜意识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建议说 只要你懂得去调配居家环境 相信在那种不美满的家庭 都可以很容易改善成 一个很好的家庭 所以提供给各位做参考